交通警察局同康复德高德士公司推出试验计划 让德士司机在经过装设有取递闯红灯 或是帧速数码摄像机的路段的时候 可以及时获得提醒 交警公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 本地今年上半年的公路安全情况 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改善 来看记者萧丽伟的报道 交通警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的致命车祸 酒后开车和超速驾驶等情况显著减少 今年上半年有78人在车祸当中丧命 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2.4% 超速驾驶及闯红等等也显著减少 这些令人鼓舞的现象 显示驾驶者有更良好的公路安全意识 不过有更多摩托车骑士和长者行人 在车祸中受伤引起警方关注 上半年在车祸中受伤的摩托车骑士 达到2000多人增加5.8% 而在车祸中受伤的长者行人也增加4.9% 数据显示 涉及摩托车并有人受伤的车祸事故当中 有四成摩托车骑士是有过失的一方 为了更好的向摩托车骑士倡导交通安全 交警局计划在9月 同本地级外国摩托车骑士举办对话会 交警推出的系列新措施 还包括同本地最大德士公司康福德高合作 推出为期三个月的试验计划 当德士司机即将经过设有取缔闯红灯 或帧速数码摄像机的地点时 车上的流动数据终端系统就会发出提醒 如果计划反应良好 交警考虑将计划拓展到巴士业者 交警也表示将在9月开始 逐步将取缔闯红灯的数码摄像机 更换成更鲜艳的橙色 以提醒驾驶者注意安全